由賴冠林赵金麦主演的初恋那件小事正在热播中 早恋一直是父母都反对的 但是这部剧却让我们看到了早恋积极的一面 那就是夏美妙从高二的时候就暗恋了梁又年 因为喜欢也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所以她就默默的在后面追赶自己的偶像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后来她果然做到了 当然这也得益于梁又年留给她的笔记 上了大学的苗苗就开始注意外表的改造了 当然这也不是她的本意 但是苗苗却在不知不觉中越变越美 除了她的头发其他一切还挺好 但是这次转系后 苗苗直接霸气登顶 她发型也变了一品更是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直接进入了小瓜的行列 最关键的是她的自信回来了 拥有自信的她气场标出2米8 把梁又年都吸引过来了 梁又年直接开启倒追模式 真是太逗了 原本苗苗还怕自己转系后 和梁又年说越来呢 但是她哪里知道 你若盛开情分自来 想了解更多就请关注点赞转发吧